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但今次偏重於兄弟 上司下屬 和家人的情依 著脈會多一點 疑似正派 但她走出來是一個負面的孤華仔 但在太太眼中 她覺得你其身不正 怎樣教下一代呢 所以我就經常要移民 如果你要決定移民 或者你還要延期 對於Maggie來說是不可能發生的事 其實我和譚詩宜 今次是第一次入座 她也有特質的 導演也說她和各位有少許不同 而她也處理得很好 譬如我的情緒戲波動比較大 她也會跟我說 叫我放鬆 不要緊張 然後她就確保所有機位準備 然後才叫我OK才行動 對我來說是安心了很多 在這個戲裏 阿修的角色和我犯罪的其中一個伴侶 我只希望她會成為我一個很好的朋友 Georgia 因為她本身是一個律師 她也很幫助我 相對地反過來 當她有難題的時候 我記得有一場戲 有些小朋友又亂來 騷擾到她的太太 我義無反她就去打他們 我覺得這段兄弟的情義是最好看的 再加上大家都知道 我們這麼多年合作 更加入信這段關係 就變成… 你只有兩個選擇 要是看我 要是死 我怕死人 我也是 她面對一個這樣的朋友 這麼多年她相信這個人 我為什麼很多時候在戲裏 對她的真實身份都抱有懷疑 因為我不想認真去面對 我必然會破壞這段關係